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卓 现在正在纽北 因为我们这台03家的三安版 正在纽北进行100圈的挑战 那我在这边也喜闻 领克已经推出了一台03高性能车的特别版 我在这边也感到非常兴奋 因为它是基于我们的这台三安版上面 又做了更多硬核的升级 比方说它的发动机 现在是用上了Postar同款的 有420牛米跟350马力的输出 这个非常惊人 而且连冷却的部分也重新做了升级跟强化 让它在赛道里面能够保持更好的水温跟油温的状态 而且除此之外 它也做了很多的轻量化跟很硬核的改装 硬核究竟它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 那我就在纽北这边找到了一台 随处可见的纽北刷圈车 比较硬核的一个状态 来给大家讲讲领克的这台特别版 究竟它有多特别 比方说像这台的宝马的192M3 它就做了刹车通风这个跟03的思路是一样的 刹车通风就在前面你做一个孔 让这个前面的空气可以直接撞进去之后 它有一根风管 是让这个风引导到吹在刹车系统上面 让这个刹车系统可以持续的有冷却 让这个车呢不容易在赛道里面刹车过热 然后宽体这台车也有了 因为M3 M4它原生就要容纳更宽的轮胎 所以有宽体 然后内饰的部分呢这一台车它换上了一对铜椅 而这对铜椅还是车主买回来之后后期换的 而03的那台特别版是原厂的状态下面 就给你配上了一对一体式的Sparco的座椅 并且还有一套6.4的安全带 而且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一条 适合你日常走街的3.4的安全带给你配上 所以就是你可以去刷赛道 也可以日常在路上面开 都是OK的并且那台03的特别版也是将整个内饰的前排 可以保留当然它的那些什么AEB 这些主动安全功能跟性能无关的它全部都拆掉了 连这个天花板它都将那些胶铲铲掉了 来达到一个极致的轻量化 并且后排的部分那台车是直接拆掉了后排 加上了一套防滚架是这种半框式的防滚架 没有将一根杆拉到前面 因为拉到前面其实你的上下车会非常的不方便 但是如果你的防滚架只集中在后半部分的话 那么第一个它会提升车身刚性 第二个那么你在遇到一些翻滚的时候呢 它会更好的保护驻驾驶员 那那台03的特别版这么改完下来呢 是比原差要轻了150公斤 这个让这台车大概的重量是在1.4几吨 这个就非常吸引了 当然重量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还是领克去做这台车它的心思跟抱负啊 它真的是想将领克的03这台车 打造成中国性能车的旗舰 要想想像这么硬核的前排一张一体式的铜椅 然后后排全部不要掉 只加一套防滚架的做法 你在哪些车上面看得到 阿法罗密欧 朱利亚 四叶草的GT AM版本 对不对 然后像梅干娜的RS还要选装 还有像911的GT3 RS 这个都需要你去选装才有这套防滚架 而现在领克一个中国品牌 做出来一台性能车会给你这么硬核的东西 想想就是看到领克这个品牌呢 真的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去 将自己的这个运动的形象呢 越夯越实 那我也很希望能够开得到这台车 那我在这边先把这100圈刷完 刷完我回国内 一定要拿到那台车来开一开